全国商业总会昨天才举办座谈会跟劳动部长何佩山谈论国内的缺工问题 事隔一天何佩山就到立法院释出首份缺工报告 直指缺工的数量达到6.6万 但是针对商总建议可以开放移工解决缺工的问题 劳动部则是强调移工不是唯一解方 是不是要引进外劳 是不是要调整部分的工时 国内缺工问题证实无解 商总前一天举行座谈会当着劳动部长的面 要求劳动部年底提解套 劳动部长周三到立院报告 立委们也很关心 这个数字差很大 这样特别能一国两制 主总的统计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问的是说你过去6个月真的都找不到人 一开口先质疑劳动部美化缺工数字 原来主技处也做过类似调查 先前发表5月底直缺数达24.2万 跟劳动部这回公布数字 相差3.6倍 台湾的缺工人数 请问这个数字是要填24万还是6.6万 如果照组总的24万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会不停的要求我要开放移工 编了10亿 要去改善这个疫后的缺工的情况 为什么改善下来的成效这么差 他一直希望更便宜 我们有这个方案也没有用 花钱达不到成效立委要求改善 而劳动部长何佩山频频接招 却满满无力感 政策效果不张缺工会议也没开 不过对于商总建议 透过开放移工弹性工时解决缺工 劳动部有明确立场 产业缺工问题不是单单只是开翻移工 那应该是要多管齐下 尽量来做跨破合作 明明也会针对就是说 产业缺工部分 我们也会沿用一个常态性的缺工协助措施 劳动部首份缺工报告 直指台湾最缺中阶技术工 何佩山也松口训练本土人力外 将开放桥外生人力 希望寻求更多解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